欢迎回到情报现场 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话题非常非常的有趣 就谈从保育野生动物来谈谈 我们怎么样跟这些野生的动物植物和平共存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这个金恒彪教授 他其实是亚热带生态学学会的理事长 那亚热带的生态学学会跟其他地区生态学有什么不同 对至少全世界只有我们这个学会叫亚热带生态学学会 但这块地方其实很大而且变化很多 而且我们的环境跟问题不一样 第一个你想看我们最有名的是台风 所以我们研究台风对我们生态的影响 很大的影响吗 我发觉全世界不知道说台风对我们是重要的 不能没有台风 不能没有台风 对我们研究结果 后来想是对啊 你每天呼吸养 你可以没有养吗 不可以 我知道台风 你每一年台风都来 带雨量来 雨量 然后呢 改变环境 嗯哼 那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必须承受的 而且 野生动物已经习惯了 当你习惯的东西把拿掉它就不习惯 也是 台风的记录是每年大概三个到五个到台湾来 每年都来 带来雨水 带来风的强大 带来枯枝落叶的产生 这些东西啊 是整个生态系疫情有的 嗯 所以这个蛮重要 就是说啊 没有台风 我们也很着急 那么有台风又害怕 台风变太大 所以刚刚金教授的意思是说 台风带来的雨量 带来的生态的改变 风势 然后还有就是说 连枯叶也有用处 对 我们晓得 秃鹰吃死掉的动物 很多动物是吃死掉的 所以台风来的时候 哇 落叶落叶踏不土 这时候这些生物说 哦 风年了 风年季 它们赶快怎么样 吃 然后赶快发 这个越来越多 这个 主群越来越大 等到饥荒的时候 它们不会死 所以说每年的台风来的时候 对一些动物是非常重要的 对一些植物是非常重要的 但对有一些动物 太多了 台风来就把你怎么样 消灭一点 让你不要变成主宰 所以大家都有机会生存 所以台风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次我只说 雅热带 台风的研究 还有很多研究 那么我们再回到 刚才讲雅热带 动物方面 那我现在牵涉到 我们生活最密切的 就是野生动物喂食的 好不好 这野生动物我们说 不能到野外去怎么样 去喂动物 所以说你到了植物园去 你不准丢面包穴的 到池塘里面 因为你丢了面包穴 你喂鱼 到时候你不丢的时候 鱼吃什么 它习惯于吃你喂的东西 那你就会怎么样 那你 它这个野生动物就习惯了你喂食 而且喂食 还有很多病菌在里面 对我们不是病菌 对他们可能是病菌的 所以朱会晓得 到野外不能够喂食 但是有个例子 高雄财商 财商的 这个米虎我也去看好几次 它就是人类喂的 结果你先走过去呢 它抢你食物 你不喂它就抢你 它已经习惯了嘛 它不抢它会饿死啊 它怎么办呢 所以不能喂食 但是我们晚晚晚了 其实我们一直在喂食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这个 台湾水果很有名 开花了 熔岩开花了 荔枝开花了 这个莲物开花了 芒果开花了 非常丰富 那野生 这个昆蟲呢 居然吸蜜 本来它应该吸野花的野蜜 现在变成我们种的蜜 对 我们开了花 结果哪一天 如果是环境变迁了 开花减少了 他们怎么生活 还有呢 你知道台湾的水果的压力 就是台湾农业压力之一 就是进口压力 我们的进口压力很大 你不知道进口不行 因为我们是国际的议员 所以但是如果水果太多的话 我们的果农可能就放弃 一放弃的话 我们就不整理花 整理果树了 那怎么办 果树若枯萎的话 他们吃什么 每年都会等你的花蜜 就今年没有 再越来越少 他们生存受压力 所以说其实人类跟野生动物 太接近了 我们等于在逼他到最有绝境 因为你看到整个山 好的地方都没人住了 好的水被人家用了 对不对 我们的水库 我们抽水 抽地下水 所以我们其实跟他们的 他们的需要跟我们还原 短冰相接 已经开始像仗一样打仗了 所以说 我们从这些例子来看来 我们有很多行为 真的是妨碍到他们生存 可是刚刚金老师说的里面 可能可以给我们观众朋友 一个提醒 就是说 如果因为台风来 让这些枯叶掉地上 而野生动物去觅食 它是OK的 因为是自然的 但是如果我们拿一些人类 吃的东西到动物园 到柴山 给这些动物吃 其实不是好的 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 就是说因为大自然把枯叶 就是散在土地上的 跟我们有备而去把人类吃剩的 或者是这些果皮 果粗的东西 然后喂它吃 它差别在哪里 两个大差别 一个就是说台风定起来 它这个野生物已经习惯 每年会有一段来 如果今年不来 明年还会来 但今年就很倒霉 但它能够活得下去 明年再来 所以它能够忍耐 但人类就是靠我们高兴 你采然喂 以后就不喂 那它们怎么办 它们没有这个习惯 是不是 然后不但是阻止 我们喂的东西是人类的东西 因此 这里面很多病菌 对我们没有关系 可能对野生动物造成很大的伤害 太油腻 太甜 那还是不是病菌 是化学成分 有菌 有病菌 它们不能抵抗 对不对 就人类自己可以抵抗一些细菌 但是动物不行 那糟糕了 病毒啊 什么都会发生 那另外就是要请教一下 是不是也有一些外来种的问题 就是说 有些时候 在各国都有这种现象 对外来种我们很大问题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诸位 翻开书 看到任何蝴蝶吸花蜜的话 它吸的花 很多都是很漂亮的菊科的大花咸蜂草 这咸蜂草实在是 我们台湾最严重的一种 入侵外来种 结果呢 它是菊科 它花很多 蝴蝶就吸啊 还有蚵 蚵类在吸啊 蜜蜂吸啊 然后替它们传粉 因为吸完蜜以后它们受粉 所以这种植物呢 本来就外来种 本来已经入侵了 但是我们土昆虫 我们土生的蝴蝶 土生的蜜蜂 替它们受粉 结果它们怎么样 种植越来越多 就对台湾不好吗 是啊 入侵种啊 让我们原来原生植物 就没有这样住下去了 所以说它在侵略嘛 扩张版图 压迫我们原生植物 就是它把我们的养分都吃光了 对不打养分地也占掉了 没错 今天真的是很特别 难得一个机会邀请到这个精神彪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 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野生动物的一种自然的生态 我想最后一分钟啊 我想请金教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如果您有机会跟我们不管是观众朋友 是父母亲或是年轻的学童 你要跟他们来分享什么重点 我给你分享的重点就是说 我们不要以人类本位来看野生动物 以野生动物的生活看野生动物 因此呢 我们不是跟它做朋友 我们是跟它共存 它不是我们的朋友 但是我们要跟它共存 这样子 所以要给它生存的空间 重要 然后我们自己也要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我们才能保障自己 对啊 当然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金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再会